啥情况 喊啥玩意儿啊 你仔细看 高压电塔上有个东西 那是东西吗 那是个人吧 听说是个九岁的孩子 这高压电塔七十多米 他咋爬上去呢 没一会儿 孩子妈妈也匆匆赶来 因为天气异常寒冷 风也比较大 孩子在塔顶左右摇摆 随时都有掉落和触电的危险 这么高 掉下来那肯定没命啊 更别提着高压电了 五百千伏 那碰一下人就没了 消防队员一边联系电力公司断电 一边和孩子妈妈不停地安慰孩子 我哪知道不是 好 这也别动了 你妈妈给地下看着你呢 很快 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消防队员成功接近了小男孩 把安全带和救生绳索套在孩子身上后 小男孩被成功带下高压电塔 孩子咋样了 找了点粮 没啥大碍 那他因为点啥呀 就是被妈妈说了 憋气呗